尊敬的 各位同修大家好 请坐 这一节课总的题目是 为众开法藏 广施功德宝 第一个题目想和大家说一说 心中有大爱 拥戴众生苦 大家很关心我这胳膊受伤的事 问我什么原因受的伤 我前两天讲课的时候说了一条 业障现前 那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回避 有的同修可能想 老师修的这么好 你怎么还有业障呢 还业障现前呢 这就是让通过这件事告诉你们 不要迷信我 我也是肉体翻胎 我也有业障 也有业障现前的时候 业障现前了怎么办 消业障 怎么看 业障现前是一件好事 业障消了 你就进步了 你就上层次了 很简单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现在我就说第二个原因 就是拥戴众生苦 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就是今年的六月初 哈尔滨有一位女同修 比较年轻 40岁刚出一点头 她病重了 是肝癌晚期 吐血 她非常想见我一面 这种愿望非常强烈 当时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决定去见她 我想这可能是她最后的愿望了 我应该满她这个愿 我就决定要去医院看她 因为她住的是传染病医院 刁局势就坚决反对我去看她 说那个地方你怎么能去 我知道她是关心我爱护我 怕我被传染上 但是我跟她说 必须得去 而且不会传染我什么毛病的 因为我这个人吧 在这方面心比较大 我从来没想谁能把病传染给我 我凡是到医院去看病号 不管她是生的什么病 她住在什么病房 我都去看她的时候 我都是坐在她窗边 离这个患者距离都很近 因为我心里没有那种障碍 说怕被传染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看那个张福瑞 那是我第一次去见她 我去见她的时候 那天我有点不舒服 发烧 我去的时候呢 到她家 她家是八楼 我从一楼上到八楼的时候 我就满身冒汗了 因为有点虚 上去以后 我就坐在她窗边了 因为她也是癌症嘛 她那枕头边呢 就放着一袋那个参金纸 就是平时她用的 擦汗呢 土台呢 什么用的 我估计是 我就坐在她那个边上了吧 因为我不是上楼上的 呼呼带船的 出了一身汗嘛 脸上也是汗 我拿她那枕边 那个参金纸 我就擦 擦我的脸 擦汗 后来我看她们都愁我 我没理会什么意思 等出了以后 可能小雕他们就跟我说 你怎么能用她那个纸擦脸呢 我说 能擦就行呗 那还分她的纸 我的纸吗 就在我心里 没有这个隔阂 就是她是病号 她又是那种病 然后我不可以 离她近 我不可以用她的东西 就这些个在我这里心里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就 每次看病号 我都是坐在病号的身边 因为什么 我自己我自己曾经得过病 我自己曾经得过病 我有过这个感受 当你有病的时候 你那种 孤苦无疑的感觉 你非常希望别人能给你一点点温暖 哪怕几句温暖的话 你都能激动好几天 因为自己从那个时候过来了 所以就会非常体会这个病号的心情 如果我去了 我离她巴掌远 我再捂着鼻子 或者我再戴着口罩 你说这个病号该什么心情了 那还默不如我不去看她 所以就这样呢 我们就去了这个传染病医院 我记得那天我们是中午去的 下午三点多从她出来的 我去看她的时候呢 我们谈得很融洽 因为她一看我去了 确实发自内心的高兴 一下子就把我搂住抱住了 哎呀刘姨想死我了 你可来了 就这样特别亲 嗯 就这个因为我 她希望我去看她 我去了 也在她的意料之内 可能也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嗯 就这个时候呢 唠得唠得挺开心 她跟我说 她说刘姨呀 你都送走七尊佛了 我一定做你送走的第八尊佛 当时我就笑了 我说傻孩子 谁跟你说的 我送走七尊佛了 完了她一本正经的说 她说我们算出来的 反正我们都知道 我说那我自己不知道 这不 态度也非常开朗 没有一点惧怕的那种感觉 她说刘姨我不怕死 嗯 我要去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 你看这不是信心很大吗 说着说着 她说出了一句话 引起我重视了 她说刘姨呀 我妈妈在地狱 我一定先把我妈妈从地狱救出来 然后我再念佛求生净土 我说不行 我说现在你不求生净土 你现在没有能力救你妈 我说况且你怎么知道你妈在地狱呢 谁告诉你的呀 她说反正是我知道我妈在地狱 而且她还说了一个十八层地狱 我不知道谁告诉她谁给她算的还是怎么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有事啊 千万别找这个桥找那个看那个算的 越算越糊涂 这个你说我怎么问她 那你说她怎么知道她妈在十八层地狱呢 有了这个任相 她就负担非常重 她就想我在我往生之前 我一定先把我妈从十八层地狱救出来 甚至都说 我宁可这次我不去极乐世界 我也得去救我妈 你说笑不笑心 笑心吧 但是我明确告诉她 我说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你救不了你妈 就是这么说了以后吧 她一会儿她不说这个话题了 过了一会儿呢 还是说这句话 我必须得去救我妈 非常非常固执 这时候我想糟了 就这个事儿肯定是她往生的障碍了 因为什么 这是她的一个心结 她心里有个疙瘩 她这个结你要不给她解开 她就坚持她这个想法 这个做法我就要去救我妈 不把我妈救出来 我不去极乐世界 后来我这样跟她说 我说那样吧 你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你先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妈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 我说你妈的事儿归我管了 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明明白白的知道 我这个话说大了 我这个事儿也做大了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我自己也知道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后果 我还要这样说 还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我不说 我不做 她这个障碍 她扫出不掉 扫出不掉 她就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她自己就没有细筋了 所以我必须得说 我知道后果对我不利 我也得说 也得做 在那种时候 对于我来说 别无选择 就豁出去了 说了以后吧 她挺开心 当时她丈夫在一边 完了那个说 也劝她 说你看 刘一都说了 咱妈的事儿 刘一包了 由她去办了 你就放进念佛 去往生吧 这就是 6月6号的 中午 从医院出来呢 是下午一两点钟吧 出来以后 刁局师和我一顿发火 就在医院院里 就跟我发火了 她这么说的 她说你手伸那么长干啥 你管她的事儿就行了 你还去管她妈的事儿 就这样就这么说 我说那这种时候 必须得管 你不管她这个心结 你怎么给她解开 你解不开 你怎么劝她念佛 去往生 她是一个的 一道坎儿 我得让她把这坎儿过去 我说为了让她安心的求往生 我必须得这么办 我不能考虑这样做 对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可是这个事儿也偏偏她就凑巧 6月6号下午办的这个事儿 6月7号早晨6点半 我就把胳膊摔到这种程度 这回更让刁局师刀住了 早晨我打电话 我告诉大云 我说我摔了 胳膊摔断了 他们就是大云海林和小雕 他们三个一起来的 接我上医院呢 一进屋小雕 就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说我怎么样 不听见 不让你管 你非得管 这回怎么样 摔成这样 后悔不后悔 我说不后悔 为了众生 别说我摔了一只胳膊 就是这条命搭上了 只要能救一个众生 我都觉得它值了 这是我这么说的 我也真这么想的 那真后来证明我这次 我也没摔胳膊 我也做好事了 该得救的也得救了 这不值了吗 我这位同修啊 就是他不一心要见我吗 我也满他愿了 我也去见他了 而且我把师父给我的钱 也给他一份 这些事我该做的 我都做了 但是他没有这个缘 不到半个月 他就往生了 走的非常不好 不是一般的不好 因为我摔伤了 我就住院了吗 住院了 我就嘱咐小雕和大云 我说千万别说 我说你要说了 他丈夫会伤心的 你看我六姨 为了来看我媳妇 摔成这个样子 我说千万保密 一个字都不可以透露 就你们三个知道 我摔伤这个事就行了 就这样呢 所以他们谁都不知道 我摔伤 那我头四天 我不就给医院坐着 端着胳膊 那阿弥陀佛吗 不能用药吗 等着医生怎么裁决呢 什么时候给我做手术 能不能做 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呢 结果就这个同修 这个电话 就一个接一个 得给大云打呀 就是还要见柳仪 完了大云说 这个床上躺着呢 这咋端着个胳膊 这咋去见他吧 你去不去 我说现在是不能去了 我说可能他就这个缘吧 我说如果是我胳膊不摔伤 或者不摔伤 重到这种程度 他往生 我会去现场送他的 但是他没这个缘呢 你看看完他这第二天就摔了 而且是这么惨 这么重 完了 所以我就不能去 不能去 他就不不放手 就非得要见他留意 后来呢 他丈夫就给他送到一个道场 就在那念佛 也是送他往生 他为什么往生走的不好 就是放不下 他放不下什么 放不下丈夫 他们夫妻俩的感情特别好 我都没听说过能好到这个份上 那个好不是那种发源的好 俩人都信佛吗 都念佛 就是凡夫俗子那种黏乎乎的好 我就这么给他下的定义 你也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你 就在那天下午我去见他 我坐在他的床边 他拉着我的手 我跟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一直瞅着他的丈夫 完了 瞅着他丈夫 攥着我的手 跟我说 刘姨啊 我可舍不得他了 我不愿意离开他 我一想糟了 妈妈那个我给你担着了 你说你丈夫这个怎么办 又一个障碍 第三个障碍 他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儿 他放不下 这个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你放也得放 不放也得放 是不是啊 如果是你放不下 你就不走了 你把你姑娘养大了 你再走 咱也支持 但是不是那么回事 那因为我知道他最多不超过二十天了 就这点时间 所以这点时间 你要不让他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就没戏了 没希望了 多可惜 而且他表弟太 说那个话 在这里我也告诉大家 有人不迷信我吗 说刘老师送谁也谁去西方结乐世界 误取错误的认识 不是这样的 我送过往生 我也参与过送往生 那些程序我都不会 我就知道念阿弥陀佛 我参与的这些个送往生的例子 游走的好的 游走的一般的 游走的不好的 哪个层次的都有 不是说我一去就打保票了 好像我去给发通向证似的 我一去这时候 就拿到通往西方结乐世界通行证了 这个理念是错误 所以在这里 我告诉大家 不要迷信我 能不能往生 西方结乐世界 关键在于往生者的信愿形 是否具足 这三次聊 你咋没咋够 你缺一个你都去不了 是助念 助念 是帮助你念 起一个助一臂之力的作用 主要的还得靠这个往生者自己 当然了 往生的时候 如果遇到好的姻缘 那是一件好事 会帮一点忙的 但是它不是起绝对主要作用的 所以我们每个同修 尤其是现在年龄稍大一点的 当然了 黄泉路上 吴老少 如果是你把你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寄托在谁给你来送往生 错了 你一定要把这个念力自己明明白白 修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例子 就是我姐 你就按照她那个标准走 你谁都不用 不用助念 是自在往生 活着往生 因为我姐为什么后来同修们去助念 因为有人传了 知道了 实际 我早就知道 我姐不需要助念 她自己也知道 那后来同修们去了 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 说我姐不用助念 你们都别来了 那不礼貌 实际上完全可以不用助念 帮助你是推你一把 那你已经修成了 你自己都能办得立立立搜搜的 干嘛还用女儿再推你呢 是不是这个 所以这位同修他走的不好 我告诉你们他的原因就在于他放不下 放不下那几点 所以他就没做好 那你说后来他丈夫 哎呀觉得非常后悔 哎呀说他没有福报 遇到这么好的机缘 结果走到这种程度 后来他送走他以后 他丈夫做了深刻的反思 给我写了一个好几页的文字材料 反省分析他爱人为什么没走好 刚才我说的这几点呢 他都点到了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原因 他反思出六条 他那上给我写的 他说佛菩萨特别慈悲 慈悲到极处了 给他爱人六次机会 六次机会啊 他都一条一条给我列 第一次是什么机会 第二次是什么机会 一共给我列了六条 他他可惜就可惜在这儿了 说菩萨给了六次机会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吧 给了他六次起死回生 活命的机会 他都失了 第一次给了 结果好了以后病好了 病好了以后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咋办咋办了 佛菩萨又给了第二次机会 就这么一次一次一次 这回他走 这次是第六次 第六次就没通过 有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再四的 所以第六次 那你该走你就走吧 而且就走的这么惨 就这个事呢 所以说这个事你和 我这个胳膊摔伤 有没有关系 实在在告诉大家 不完全因为这个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因为什么我曾经发心过 我愿带众生苦 我和我姐我俩发心是一样的 我姐的乖特别疼痛 我姐发心 愿天下所有的得 骨癌的患者的苦 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带众生受苦 我姐就发的这个大愿 我也发愿 我愿带众生受苦 因为我心比较软 我自己怎么难 怎么苦 我能挺着 我能扛着 我看不得别人难 别人苦 所以因为这个 我这次 带这位同修 遭这个罪 受这个苦 是正常现象 所以第一个题目 我给大家说的 是那个 心中有大爱 勇带众生苦 你要想带众生苦 他前面那个前提 你不要忘了 你得心中有大爱 如果说我过去 对众生的爱 是小爱 是中爱 通过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个爱提升了 提升到大爱了 我记得我受伤以后 因为网上有 那个 很多同修知道消息以后 那就是我伤三个月以后了 很多同修非常关心我的情况 给我念佛回向 我记得 有一个叫刘素云八 那些八友在网上 有很多对我关心的话 我非常感激 他们就说 为什么不知道刘老师的消息 谁知道刘老师现在消息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点点 就那种急迫的心情 我能感受得到 后来我就给这个 刘素云八的八主 写了一封短信 简要的说了一下 我这个胳膊 好到什么程度了 告诉大家 转告佛友们 不要再惦恦我了 我在那封信的最后 我记得我写了一句话 我爱虚空法界 一切苦难众生 这是我内心的独白 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 我受伤以后 没有向香港佛特教育协会报告 也没有向师父他老人家报告 我不是有意识的要隐瞒这件事情 而是不想让老人家和同情们为我担心 因为当时摔到那么种严重程度 他究竟能怎么样 能好 好到什么程度 当时不知道 我心里没有底数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光荣牺牲 我后来跟大家开玩笑 我说今年六月份 我要那次光荣牺牲了 你们再也看不着这老太太了 可能还没到牺牲的时候呢 这不又活过来了吗 因为那个时候呢 没和香港佛特教育协会联系 当时发给我的那些个需要解答的信件 我没办法解答呀 我就跟大运说 我说给协会发一个短信 这个短信就一句话都可以了 就是暂缓处理一切信件 原因待机另告 待机就是等待机会呗 大运说 刘姨呀 这个那让人怎么理解呀 那待机是啥意思 我说那待机呀 就先缓着吧 啥时候有机会 啥时候再告诉呗 他说那人家这不就猜谜语吗 我说那先猜着 第一次给香港佛特教育协会 短信就是这么一句话 过了一段时间 协会又有消息 给大运发信呢 还是电话呢 追问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没有刘老师的消息 刘老师怎么了 就开始追问了 那时候手术做完了 做完了 缠着大绷带个床上躺着养伤的 大运说 刘姨呀 这问的好像必须得回答了 那怎么回答 我说回答四句话 我就这样说的 近期少联系 原因有一二 何时有答案 弥陀来安排 没有泄露我受伤的消息 完了 大运说 刘姨能不能少少透了一点 要不你这纯粹是谜语 你说怎么还弥陀来安排呢 何时有答案 弥陀来安排 我说是啊 因为我不和协会联系 原因有一二 一是因为我受伤了 那我不能说 那二呢 还有二 还有三呢 那都以后再说吧 什么时候能向协会报告 那我就跟弥陀来安排 那我的意思就是 啥时候都好了 我能报告了 允许我报告了 我就报告了 那就阿弥陀佛安排吧 所以我第二次回的短信 就这四句话 是谜语 我说这个谜语 但愿他们猜的时间长一点 猜的时间长一点 我这时间就多一点 我好养伤啊 我把伤养好了 我好给人家答案呢 你不能老不给答案吧 就完了 我们几个在一起吧 反正就这也都笑喝的 也都没有什么痛苦啊 怎么悲伤啊 难过呀 就小叼没大出息 哭了好几回 大云呢 就是着急 这可咋办 所以提醒我们 刘怡啊 找师父吧 找师父帮你吧 我说不用 师父告诉你阿弥陀佛 我就老实听阿弥陀佛了 所以这个 我受伤的三个月之内呢 就是没有透露一点消息 协会也不知道 师父也不知道 大云道提醒我 说能不能透露一点 我说现在不行 什么时候能透露 看我胳膊恢复的情况再说 这个事就这么下来了 三个月以后 就是我胳膊恢复的速度之快 情况之好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你都不知道 我手术的头一天 人家让我签字 我儿子给我签一个还不行 还得我自己亲自签一个 我根本我就拿不了笔 我现在我才知道 这拿不了笔写不出来字 不是有的老人 连网上之前 要给儿女们写个衣嘱 那个字歪歪扭扭 多多缩缩的 我现在我才知道 真写不出来 我那个手拿笔 就怎么拿你都拿不住 那不是说写字 我是画字 画字都没画出来 都像那水波纹似的 我自己留顺云三个字 我一个不认识 那是我的签名 三个月以后呢 我这手机可以拿笔了 而且能把这个字写成形了 反正是 基本上连分析带判断 再猜测能认出来了 我就给师傅写了一封短信 我告诉大云原样扫描传过去 让师傅看 我胳膊好了 我能写字了 拿这个做证明 我当时就是这个目的 我知道我那字写的不好 但是我要是打字 给传过来了 可能师傅和同学们想 这刘老师胳膊真不行 你看连字都不能写 所以我转不定 我也得自己写 虽然那个短信 我歇了好几去 才把它写完 但是终于我写出来了 所以就那样传过来的 如果我要不传那封短信 全国的同学谁都不知道 就是传了这封短信之后 师傅讲经的时候 提到我胳膊受伤的事 所以一下子全国就轰动了 这网上就全都是问我 受伤情况的那个信息了 反正我是我也 我也不看 我也不参与 我也不回答 最后就是反应太强烈了 我给刘苏云八的八主 写了一封短信 那是在我给师傅写信之后 一段时间了 这个事呢 就是 我在这里只能跟大家说 让我非常感动 我从内心感恩这些 关心我 爱戴我的佛友们 因为你们那个真心诚意 我内心能感受得到 我深深的感恩你们 除了这件事之外呢 我还非常感恩你们 另一件事就是 网上或者巴里的 那个网友 八友们 在我姐往生一周年之前 打佛期吧 念佛 读无量寿经 给我姐姐回向 我想我这当妹妹的 我都没想到 那么多网友和八友们 把这个问题想到前面了 做了这件事 我都深深的感恩你们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不用担心了 受伤 没关系 也没有光荣牺牲 这伤也好了 现在就是因为 三块钢板 跟里面固定着 它有个角度 不能完全伸直 但是它不影响我 任何生活的任何细准 细景都不影响了 收拾屋啊 做饭啊 洗衣服啊 这个这些事 我都完全自己可以自理 不用别人帮忙 这个大家就放心吧 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 所以我说 我这个这次受伤 可能是一次意外 也可能是一次必然 也可能是一次必须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我根本没把它当个事 我自己认为这次受伤 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六个月 实践证明 我境界提高了 这个我自己能感受得到的 是我境界提高了 这是真话 不是假话 不是骗大家 为什么说境界提高了 刚才我说 那个爱扩大了 由小爱和中爱 到大爱了 这个大爱 当你有大爱的心的时候 你自己感受到的 那种欣慰 那种幸福 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尽管你自己 有了一点 遭了一点难吧 实际还没受什么苦 因为他不疼 他没有苦 人家过去有痛 又说 我姐告诉我 我姐说小云呢 我是有病无痛 有病无苦 无痛 我说我现在这个受伤了 确实是受伤无痛 他是真真实实的无痛 不是假的无痛 那你说啊 那么大个伤口 又有三块钢板 搁里面 拿着钢钉固定的 那他要疼起来 那我能忍受得了吗 装不出来的 他真是没疼 所以我说 当你把自己抛开在外的时候 你那种痛苦 它是不存在的 因为你的心 没住在伤上 没住在疼上 而是心血 虽然我摔伤了 但是众生得度了 得救了 你那种高兴 远远要超过你这个摔伤 真是这样的 所以说心中有大爱 拥戴众生苦 应该是我们每个学佛人 应该发心发愿 这样做的事情 很正常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不是说我境界怎么高 我能发这个大愿 你们就不能发 不是这样的 你要发的这个大愿 可能你自己的病也没了 苦也没了 谁给你安排好了 阿弥陀佛给你安排好了 这就是我这次受伤的亲身体会 下面再跟大家说说 心中有大爱 我举一个小例子 跟大家汇报汇报 我今年住学的问题 因为什么不是我主动去住学 是澳洲的那位老菩萨 还有美国的那两位老菩萨 他就信着我了 他就听上我了 连着三年了 每年到时候就把住学金 寄到香港佛太教育协会了 然后学会就给我转过去了 我是受人之托 待人住学 所以今年呢 正好住学那高中处 正好我受伤吗 胳膊胳膊挂着呢 就那个时候吗 因为 我们有12个孩子呀 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但是因为家庭困难 拿不出这个学费 非常可惜呀 那没有学费怎么办 有的就不念呗 考虹大学也不能去念了 后来呢 你有佛友啊 在中间签线 因为你得了解情况啊 你得弄准确呀 是真困难还是假困难呢 你得把钱送到真困难 你孩子手里去呀 所以我因为有佛友 很下功夫 就把这事给我调查明白了 所以我就 吊着一只胳膊 就去住学去了 住学呢 需要坐车 走一段路 大约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还有一段路 就往这个 我们要目的地吧 有一段路 就特别颠簸 那就是 项路吧 实际就没有路了 颠簸 等快到要目的地的时候 就连这颠簸的路都没有了 而且要过一条河 这个河上还没有桥 你就得涉水 过这个河 你才能到河的对岸去 那那那都孩子们就住在那河的那岸呢 所以当时你说 我这一只胳膊 他也掌握不了平衡啊 怎么过这个河呢 因为他那河呀 上面是水 下面就是那个稀泥 那个稀泥 它是固定不住的 不像有沙子 有石头 你脚可以踩石上它 你这个踩准了 你在卖那个 它这个稀泥是滑的 像那个苔显似的 你看着它挺平的 你一踩上 给你出了挺老远 你两个胳膊都好使 你可以用两胳膊长平衡 我这一个胳膊没法长平衡 你说这河可咋过呢 后来吧 有个通修说 我来帮你 这帮我 你说这胳膊还不能碰 我那天去吧 我把板栽掉了 因为什么我先挂个板 叫人一看 你说老太太你说 都半残废了 还跑出来了 别叫人家觉得挺难过的 所以我就把那个掉那板 就没挂着 我就搁夹了 那没挂怎么办呢 我就得用我这个胳膊拖着 那就等于我俩胳膊都没了 是不是 这个这个这些夹着 这个拖着 俩手都用上了 你说这河咋过吧 所以这个佛友一说 他帮着我 那那就帮吧 他我现在我都想不出来 连拉带拽带楼带报带台 反正不知怎么就把我骨头当河 对岸去了 我就过了这个河 过了这个河吧 哎呀我就 我心里挺高兴 挺高兴 因为当时就忙活着这个事啊 完了 哎 你说本来就认为过不去这个河 现在我就过去了 我挺高兴 我跟你们说 我自己呀 这是我自己做的 我就自己做了一首诗 当时因为这都忙着过河 忙着发钱什么的 我没工夫跟他们说 等回家以后 我跟他们学的 我说还有一首诗呢 这首诗咋说的呢 这就告诉你们呢 这住人是太快乐了 哎 说独臂老太婆 不是一个胳膊吗 哎 独臂老太婆 涉险过小河 冒着危险吗 哎 涉险过小河 说上面是流水 下面烂泥窝 河上没有桥 这可怎么过 胳膊不好使 平衡难掌握 佛友来帮忙 把我拽过河 过河回头看 欢喜满心窝 用了一句话 啥河不能过 艰难和困苦 都是考验我 你看这诗怎么样 挺对路吧 就跟我当时过河的场景 可河盘了 就是那么个场景 你看 你虽然是有点难度 哎 但是你毕竟过去了 我要过不去 可能我后来会遗憾的 哎 我过去了 我一点遗憾都没有 我一共去住学两次 就是这么吊着胳膊 绷着胳膊去住的 住了12个孩子 看到他们拿到钱以后啊 他们那个脸上露出的那个笑容啊 就是好像把心放下了 我终于我可以上这个大学了 就他那个心情 我能体会到 可能我高兴的心情都超过那孩子本人 因为当时这不是胳膊摔坏了吗 实际暗小雕和大云的意思呢 就不想让我去了 就他们就带我去办这件事 我说不行 我一定要亲自到场 我一定要把孩子们的这个钱 发到他们的手里 我一定要见见孩子的家长 我还得嘱咐他们两句 给他们出来考题考考试 所以我就去了 后来就是过河过不去的时候 他们不说吗 那你就在和这对岸呢 你就给车里坐着等着 我们过河去发钱 我说那也不行 既然我来了 我一定自己亲自去发 所以我就 我就是这样 两次到这个地方 去住学去发的这个钱 我现在我就想跟大家说说 这个住学 我有什么感受 刚才我说的是 其中的一个感受 就住学快乐 真是住学快乐 我住完了以后 我心也踏实了 孩子们可以上学了 可以不耽误他们报到了 我自己特开心 特开心 这是一个感受 再一个感受呢 我觉得爱是无界的 你看 这个钱是谁给的 是澳洲的一个老同修 美国的两个老同修 给我的这个助学金 然后我拿着这个助学金 去给这个孩子们 发的助学金 你说这个爱 是不是大爱 我特别感恩 这几位老菩萨 能为这些穷苦的孩子们 做这件事情 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 大爱 大爱 遍宇宙 和平满世界 如果我们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这个世界该多么美好 这是我另一个体会 还有一个体会 就是 我深深的感受到 孩子们的难 他们的穷 他们的苦 我上次去助学的时候吧 我想把我孙女带着 我让我孙女去见识见识 那些个孩子 那个书是怎么读出来的 农村的孩子 那么艰难困苦 特别是有一个孩子身患重病 一种病叫什么病 叫布病 就是布衣服这个布的 布病 我头一会儿听说 这种病是怎么一种病呢 就是养羊 羊的身上有那种菌 那种菌传染给人 人就得这种病 就叫布病 它的反应就是全身无力 什么活都不能干 就失去劳动力了 他们家是三口人 爸爸妈妈 还有这个孩子 男孩子 他爸爸应该是八年前 就得了这种布病 没有钱治疗 这个孩子和他妈妈 是四年前得的这个病 那就是一家三口人 全被传染了 全都得了这个布病 你说这个一家人的日子 怎么过 我特别赞叹的是这个孩子 正好他读高中 在三年四年 就是他得病 这个时间 这个孩子不但把这个高中读下来了 而且成绩优秀 考上了相当好的大学 太难得了 你说这样的孩子 你能不帮他吗 所以这个孩子是我这一次助学给钱最多的一个一万元钱 这是最多的 因为我当时手里的钱一共是将近八万块钱 可能是两个老菩萨给我寄来的换成人民币以后是七万多 不足八万 反正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不足整数的 大元都给我补齐了 就补成整数 比如说七万多 补成八万 就是这样的 当时呢 我们第一次计划吧 好像是按八个孩子计划的 因为他们给我提供的名单 后来呢 又涨了四个 你说你拿到名单以后吗 你看哪个你也舍不得给他拿掉啊 看哪个都困难 那就十二个吧 那这个钱是固定的一个数 那孩子长了人数多了 是这分的钱就少一点了 所以第一个 这个孩子是最多的一个 是拿到了一万块钱 一开始我没有给他一万 一开始大家在一起发的时候呢 给他发了六千块钱 这六千块钱呢 就是他交学费的 因为他考学考的成绩比较好 所以这六千块钱呢 就够他交学费的 后来等周五 我在回室内 在那边吃饭的时候 中午我就跟小雕说 我说小雕吧 那个孩子六千块钱不行 因为什么呢 这六千块钱 只能解决他学费问题 解决不了他看病治病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说那个病啊 有一种小药片能治 而且那种药片不是十分贵的 他们吃了一段时间非常见效 但是就那样的小药片 那么便宜的药片 也吃不起 就把药停了 我说这个孩子如果上大学以后 他不吃这个药 他可能四年大学 他坚持不下来 太可惜了 我说还得给他留点看病的钱 我问大云 我说大云看看手里还有多少钱 完了大云说 还有一点 我说还能不能给他四千 这样这个孩子就六千是学费 四千是给他看病的钱 后来大云说可以 完了就把这四千块钱拿出来了 因为当时我们已经 从他们住的地方 已经回过来了 谁没到哈尔滨呢 是在他们的附近的一个县城吧 在那吃总午饭嘛 后来我就让通修 给那孩子打个电话 我说你要挂通了 我亲自跟他说 后来真挂通了 我就跟那孩子说 我说孩子 我托人又给你烧回去四千块钱 这四千块钱呢 给你治病的 你一定要坚持把那个药片吃 我说如果你不吃这四年 你坚持不下来 太可惜了 我听不听话 你不要把这钱当做别的用作 他说奶奶我知道了 我按你的要求去办 所以这个孩子是给了一万块钱 其他那几个孩子 有给八千的 有给七千的 有给六千的 数目不等 根据他们考的学校 所要交的学费的数目 这么给的 最少的大概是六千块钱 还有一份呢 是一家 姐俩 她姐姐呢 是前年考上大学的 考到我们黑龙江大学 当时也是因为上不起 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去住学 这个小女孩 就是受我们住学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学生 今年呢 她弟弟又考上大学了 那你看 一个女孩上正上大学呢 一个男孩 今年又考上了 俩人肯定是不能一起上 一个都攻不起 这俩咋办呢 那我估计就可能 要么就女孩辍学 倒给男孩 让男孩去上 要么就男孩 今年考上了 男孩不去 可能就只有这么安排了 后来我听说以后 我说不行 两个都攻 今年呢 我们又给他弟弟 发了一份住学金 所以现在就是 这个女孩 这个男孩 都在上大学 你说这样的事 当你给他办了以后 你那个心呢 就好像一口气 哎呀 松下来了 心里踏实了 你说这样的事 如果要不办 假如说 攻这个女孩 不攻这个男孩 或者攻男孩 不攻女孩 我总就我心里 是一块心病似的 总觉得 你看那孩子 奋斗了这么多年 能够从农村 考到大学来 多不容易啊 因为没有钱 就上不起 哎呀 真是太可惜 太可惜了 所以我做完 这件事以后 我就想 我家 孙女在上学 我觉得我们家 就属于 中党的生活水平吧 那你要上 这些孩子呢 就看 我家这就是天堂 就是天堂 所以我特别想 带我孙女去看一看 看看人家这孩子 是在一种 什么环境下 怎么学出来的 那咱家孩子 这不在府中吗 那太幸福了 什么也不缺他的 什么也不少他的 如果和人 大富大贵的人家比 咱们比不上 没法比 但是他上学这一套 基本还是给他保证了吧 所以我说 我们不要忘记 身边还有好多好多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他们那种困苦 有的人曾经有这样的理念 说 他苦是他应该的 他前辈子没做好事 他这辈子就应该穷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有那么一点道理 因果吗 咱们佛门讲因果 但是就从现实当中来 他的因果应该由他富 但是如果我们能帮他一把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吧 如果你就认为他活该 他就该受穷 我觉得这个说法 是不是也有点太过了 所以我还是主张帮的 但是有一条我在这说明白 你们可别听了我这一段 全国各地的佛友 呼呼的给我寄款 刘老师你拿我们钱去住学吧 我一个不收 我不沾钱的边 因为这三位老菩萨 我是实在推脱不掉了 又是外国的 人家把钱年年按时寄来 我就受他们之托 带他们去做这件事 我记得我今年去住学的时候 那个佛友有啊 说老师啊 我们这还有钱呢 都和他一起吧 我说不行 你们愿意住 你们去住去 住谁我也不管 我说别和我这个钱 缠绘在一起 我就住这些钱的 所以你们听了以后 千万也别问我 刘老师啊 我们也参与参与吧 也把钱优到你的去吧 你一起给我们住吧 我一个也不收 你们该怎么做 你们自己去做 那需要的地方多着了 不一定非得通过我来做 才好 这是我讲的 第一个大题 带众生苦这个 顺便说一说这个 带众生苦本身 也包括你帮助众生 实际也是带他苦 是不是 如果他这孩子上不了学 他心中那个苦 有多么苦啊 他上学了 你不等于把他这苦 也给他减轻了吗 第二个大题想说一说 弘扬无量寿 劝念阿弥陀 祝佛所以兴出世 唯说弥陀 本愿海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是善导大师说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是说 十方三世 是一切诸佛 以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 众生应以佛身得度 则以佛身来度化 这一切诸佛 实现的是佛身 到这个世间来 来这个世间干什么 来度化众生 用什么方法度化众生 为说弥陀 本愿海 那弥陀 本愿海的核心是什么 这个是我听无量寿经的一点点体会 我觉得弥陀 本愿海的核心 就是无量寿经 这就是弥陀来到这个世间来说 本愿海就是来说无量寿经的 所有的经教 全都包含在无量寿经里 弦 密 敬 禅 通通都在这部经里 一个都不缺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 说什么 就是说的无量寿经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往哪指 就是指到无量寿经上 我们能不能理解这个 如果有这同修还问我 刘老师我读无量寿经好不好 多次有人这样问 我说好 有人说我读这部经好不好 好 真好 哪部经都好 现在我说这句话 你听懂了 以后你不会问我这个问题了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指的就这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无量寿经 那你听明白了 你还需要问吗 你要是再问 我还是回答你好 那这个也是真的 无量寿经好 地藏经好 金刚经好 哪个经都好 都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吗 那就是说你的根性是什么 你今生的目标是什么 你要选择什么经 那是因缘的问题 因缘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 说我这样 你也必须这样 他也必须这样 我向大家介绍 我就介绍无量寿经 因为我选择了无量寿经 我不能我在那边 我读无量寿经 听无量寿经 我给你们介绍别的 那我说不出理 那人家要问说 刘老师为啥 你读无量寿经呢 那我怎么说呀 所以我说 我是把无量寿经 和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的书圣 我一定要如实的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 两个字 有缘 我介绍了 有缘 你就听进去了 听明白了 我介绍了 你没有缘 你就没听明白 那就是这么回事吗 我是面对大家说的 不是对哪个人说的 那就看你的姻缘怎么样了 你想想 我说那个阿弥陀佛四个字是尖 顶尖 在网上没有了 那你说这个顶尖不是最高的了吗 那你说那个阿弥陀佛四个字我不放心 太少了 就到过那四个字 他就能成佛呀 你不是有点怀疑吗 那你就再加一点 是不是 四十八愿 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 这四字展开了 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你要对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有点怀疑 不太放心 你就再看 读听四十八愿 那四十八愿还不行 那能够吗 你不是贪多吗 那我再给你加点 那你就看整个的无量寿经 听无量寿经 说无量寿经 我还不放心 那你就看 大方广佛华严经 就是这样呢 我跟你说的顺句 阿弥陀佛展开是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展开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展开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华严经再展开 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那你就选吧 反正我告诉你 阿弥陀佛四个字最好使 无量寿经 就是你今生一生成佛的第一经 一生成佛 其他任何经 不能保证你一生成佛 只有无量寿经这部经 而且末法九千年众生 有依有靠 靠什么得度 就靠这部经 那你信不信就有你了 我们现在是身处乱世 在这个时候 如果咱们没有定力 看不清前方的路 你就选择不了正确的路 那可能 你今生就空过了 你就来到这个人世间 白溜达一回吧 是不是 和佛菩萨接近善缘 因为你知道有个阿弥陀佛 你也知道念阿弥陀佛 只能接个善缘 你今生成就不了 所以说你要想得到念佛三位 得到开启智慧 你就老老实实的 持送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就好了 我建议年纪相对来说 大一点的老菩萨们 你们可以放下惊叫 可以不读 可以不听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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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念下去 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真能做到这一点 到时候你往生不了极乐世界 说我们听刘老师说的 就念阿弥陀佛就行 但是我可告诉你 绵绵绵绵 像锅炉酱那样念 你肯定去极乐世界 我这里是说的 年龄稍大一点的 因为毕竟是年龄大一点的 时间相对少一些了 就把精力完全集中在 这四个字上 一定会像锅炉酱一样 念他个一年两年三年两载 咱也别说站着往生 也别说坐着往生 也别说吉祥卧往生 这个都是像 咱能够预知实质 明明白白的 乐乐呵呵的 就像我姐那样 最后给大家留下的一个是灿烂的笑容 这就妥了 可不可以这样 咱们每个人都试一试 你是吧 好像信心还不太足 你就坚定的相信 就这样做一定行 金空老法师从 2010年 开始起讲 大经节演绎 接下来之后呢 又讲这个大经科著 现在应该说是 第三次 讲演大经科著 老法师 现在给我们做的什么样子 就是说 剩下不管还有多少时间 老法师就讲这一部经 其他的任何经教都放下 都不讲了 一讲一部经 念阿弥陀佛佛号 师父这不再给我们表法吗 那师父要说就这样啊 他去不了极乐世界 他老人家干啥呢 所以师父在前面给我们领路 读无量寿经 听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我们就消消听听的 把心放在肚子里 踏踏实实的跟师父走 绝对是没有错的 你还瞎操什么心呢 到处去找 到处去求啊 这叫师父再给我们 以身试法 哪个是啊 表示的是吗 用他的身体力行 再给我们演 演给我们看 就像演节目似的 不光有讲 有台词 还得做出来 师父现在不是 又在讲又在做吗 因为觉悟的人呢 他觉悟之后 只有一个使命 一个任务 那就是教学 如果你觉悟了 你不去教学 你雇你自己 那就错了 错了 你就没觉悟 实际上没真正的觉悟 所以老法师说 觉悟之后就一件事情 除这个事情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事情 我们想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 老法师做的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其他的 别无他事 这已经给我们做了 我们已经看明白了 我从2000年开始 听师父讲 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到现在13个年头 从来没有换过题目 也没有想过要换题目 连念头都没起过 看来这佛福射 对我的加持力挺大 定住了 不管别人说啥 我也这么办呢 昨天我不说吗 也有人说读无量寿经 汇聚本 不对 反对我做这个 第二个你反对我接近老法师 第三 反对我到香港来和同学们交流 我昨天我态度非常坚定 我说其他的事情 我都可以恒顺 快乐的恒顺也好 痛苦的恒顺也好 我都可以恒顺 唯独这三件事一件不能恒顺 你们也放心 不用劝我 改这个改那个 谁也劝不动我 因为什么呢 我知道 我的心和阿弥陀佛的心 是一样的 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心 普度众生的心 如果说我没有这个心 13年前 我该走了 说白了 13年前我就应该死了 那我为什么没死呢 我自己总结的 就是阿弥陀佛把我留下来的 那个时候 连我自己都没有觉得我能活 我都准备走了 他没走 那我就得琢磨琢磨了 别人也问我 你为什么能活过来 因为我同学说 我创造俩奇迹嘛 一个医学奇迹 一个生命奇迹 不该活的 你活了 不该好的 你好了 甚至说 不该漂亮 你越来越漂亮了 我也不知道 越来年龄越大 你说都七十来岁的人了 我同学夸我 他要一年两年 又见不着我 见面的时候 哎呀 岁云呢 你怎么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呢 我说可能我在眼 你眼里我漂亮 我们这同学这还是个男同学 还不是女同学 我心里话 你小心点 别让我老伴子听住 开玩笑 真是这样的 我自己觉得我的心态 越来越年轻 我的相貌呢 我不能说我越来越漂亮了 全 我很少照镜子 现在有时候听同学们说了 我回家也照着镜子 我觉得 不像他们说的 说那么漂亮了 年轻了 什么的 反正我觉得不太难看 还行 看得过眼去 我自己就这种感受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说过去我有点着急 我想把我知道的好的东西 我都倒给大家 我所受益的东西 我也说给大家听 我希望你们也都受益 但是有的吧 人家不搭理我 或者是人家还排斥我 我当时不生气 但是我有点着急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完了有 我爱批评的时候 不是批评我其中一条吗 他老说时间不够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现在我还这么说 时间不多 你就从你自己来说吧 你自己这个肉身有多长时间 你能活过一百岁 反正我没那个想法 我是随时等着阿弥陀佛招手 我一招手我就回家了 那你说我说时间很短了 不够了 很紧迫 有什么不对的呢 你非得往别上分析去想 我没那个念头 你分析你想的那是你的念头 对不对 那我也管不着你 那你也管不着我 你也别说 你不能这么说 那我该说还得说 您比如说有的那个同修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说呀 咱们要虽缘 有些个同修们不理解 他做出了一些过格的事 那咱们应该来怎么样来应对 就不要着急 等着呗 那我姐那天告诉我那一大串话里 其中不有一个吗 缘不成熟 先等着 哎 那这我就心里有底了 我就不着急了 有一个同修跟我说 他拿着师父的光碟 我的光碟 到某一个地方去发放 可能初一十五啊 什么节日啊 他就拿去发去 但是人家 有人给他看着 不让发 师父我俩的光碟 发现以后人就抢 抢了都给你菜碎他 完了这个同修 他心疼啊 他舍不得 他就跟人家抢 你说那边往那边抢 这边往这边抢 那边是一边抢 一边拿脚菜 这边就一边抢 一边往怀里揣 你说那是一个什么场面 他就跟我学学的时候 都眼泪汪汪的 哎呀 我说你错了 我说一错 你自找麻烦 那个地方 不欢迎师父我俩的光碟 你为什么非得拿那地方去发去呢 他说那地方人多 我说那你要不替我劝 那你就去吧 我说再说你跟人抢啥呀 他说那刘姐要跟你咋处理 我说他要来 不等他抢 他不是要吗 我都给他送去 他要菜吗 那你菜 我帮着你菜行不行 你不要让他心烦呢 不让他烦恼啊 咱们不要上那个地方去发 另外人家要抢 你就给人家就完了 他愿意怎么处理处理 他是毁烧掉啊 还是菜碎的 那就他的事了 完了 我这个同学还挺好心 那刘姐啊 那他担不担阴果 我说你操那么多心干啥呀 他担不担阴果是他的事 他的因果不由你带 就完了呗 所以咱们日常生活中 会遇到好多好多的事 我们都不会处理 就觉得我这么处理是对的 那你看我这个同学 他说的有没有理 那么好的光点 我哪舍得让他菜碎呀 所以我就往回抢 你看从他那角度 他说的也没毛病 但是从我这个角度 你得帮他分析 怎么做是对的 你不去那地方发 你就没有这麻烦了吗 你既然去了 人家要抢 你就给他呗 不就也没有后面这麻烦吗 完了 他说我回来伤心了好几天 那么多光碟 那么好 让他给我抢去了 我说你以后还去不去 他说我就跟他劲上了 下巴我还去 下巴我再去 我就专门找他 我看他跟哪站着 我上他哪跟家就发去 我说你这咋我越说你 还越来劲 他说我生气 我说你生气就错了 所以老马师告诉我 告诉我们什么呢 说缘成熟了 你就去做 你不做 你对不起众生 这是第一个吧 说有缘 他缘不成熟 你不要勉强去做 第二个层次吧 有缘 但是缘还没成熟呢 你不愿意 不要急着去做 不要勉强去做 这是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说没缘 没缘不要去做 不要给自己惹烦恼 也不要给对方惹烦恼 那不是说菩萨所在之处 不让任何众生生烦恼吗 那你这句话你听懂没有 你这么做了 你不单你自己烦恼了 人家对方也一定烦恼啊 你是菩萨吗 你要想当佛当菩萨 不做这样的傻事 就是能让众生生烦恼的事 佛菩萨绝对不会去做的 老法师告诉我们 说不 如果我们这件事不做 他欢喜 那我们就不做 你觉得这事我应该做 但是我做了 人家不欢喜 就这个原则要掌握准 你不欢喜咱不做 虽然是为大众的 你也要掌握这个原则 如果做了他欢喜 那我们要坚决的去做 你看众生欢喜吗 众生欢喜我们就去做 他不欢喜我们就不去做 你比如说 就举 还举我身边 这个大云和小雕的例子吧 虽然有人跟我说 你以后讲课的时候 不要提谁谁名字 那你不提名字 你怎么能说明白 我又给大家出名语猜呀 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比如说他俩在我身边 我为什么坚决的把他俩撵走 就是一个是上我说了 让他们断情职 别和我在一起时间长了 这个感情深了 这个职也就出来了 这是我的一个目的 再一个目的 因为有人不喜欢他俩 一开始一股风寡 一股风寡 那我都知道 他们俩有的知道 有的不知道 我不跟他俩说 后来就发展到 搞人身攻击 说的那个事啊 就是说实在的 叫我都接受不了 我就因为这个事 跟我说着那个 我都跟他急了 我觉得太过了 所以我就那样想 我不能因为我 让他俩被人家这么攻击 这是我让他俩 离开我的第二个原因 我就想 你们不是不高兴 他们俩在我跟前吗 那好 我让他们俩走 满你们的愿 这样你们害烦恼吗 害攻击吗 所以就这样定了 定了以后 他俩离开我 大约有多长时间两个多月 三个来月 三个三个来月 就是我在哈尔滨 见佛友吗 当时他们就提出来了 说不方便 我说什么不方便 说因为 以前有他俩在你跟前 我们还有个跑腿学舌 传达信息的一个人 现在他俩都不在你身边了 因为我没有手机 他们也不知道我住哪 他根本就连我影都到不着 所以这回觉得别扭了 就是我来这之前 也就是上个月的11月21号 我记得清楚 因为那天是我姐往生一周年 恰恰有一个佛友叫小凤 他也往生一周年 他往生之前 我去看过他 他妈妹没见着我 完了就说 说我姑娘走的时候 刘老师来我们看着 说现在是往生一周年了 能不能让刘老师来 最后那个来我见你念念佛 后来同修跟我说了以后吧 我就去了 我怎么知道的 那没有人中间传信我能知道吗 还是大云和小雕给我传的信 他们还有人去找他俩了 那么实在没办法了 憋住了 后来他俩跟我说了 我说去吧 完了去了 就再把我去了什么场面 强烈呼吁要求 让他俩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因为当时我跟他们说了 我说这回我这个决心 真是下定了 我说实在的 就那句话我没说出来 真是让你们把我逼到几个路上去了 我说你们知道吗 我从院里出来 那一个多月 我艰难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小雕能哭天抹乐的 他看我太难了 他说大姐能不能让你胳膊好一点 我们再离开 我不行 必须得离 我出院那第二天 坚决的不可以上我这来 你说那那种情况 他心能不难受吗 所以后来这不是两三个月 他们也见 他俩也见不着我呀 我不让去 那那些个同学们就更见不着我了 所以他们有些个难事 想跟我说说 让我帮个忙 没人给他们传达消息了 所以这次呢 就强烈呼吁 让他俩回到我身边 因为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们你们看没看着 实际上你们出难题 是给谁出的 是给我出的 我说比如说 下次我再去香港见师父 我就独来独往了 没有人陪着我 小调不能陪 大云不能陪 别人我不想让他们陪 我真是这么说的 我说那就是我自己了 我说我自己去 我自己掂量掂量 有没有难处 有难处 第一个难处 我不会失手机 我说就是把我送到飞机上 我坐飞机飞到深圳 我下了飞机往哪边走 我跟大溜 说我不至于丢了 但是我怎么和接我的同学们联系 我没有手机 我不会使 你给我拿手机也白费 摆设 我说这个难不难 你们都知道我上哪 我是哪也找不着的 不知道东南西北 你说你们难 是给我出难题 还是给他们俩出难题 这回有些痛就想明白了 服气了 所以这 这回如果不是经历 这一次他们强烈呼吁 让他们俩在我身边 而且说 刘老师 你要是去香港 千万千万不能你一个人去 我们都不放心 我信话 你们不放心 你们都不知道 不舍身处地 为我想想 我难到什么程度 这回 因为难到 可以说 都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我13年前得那种绝症病 我都没像这次 胳膊摔伤这么难 因为那时候 我自己能策问我自己 我能照顾我自己 不像我这次 我出院以后躺床上 我都起不来床 那旁边没有人啊 我老伴住一个屋 我自己住一个屋 我怎么起床 就得我自己琢磨 想办法 多铺窗单 抓着窗单 忧 说不定哪下忧对劲了 把我自己忧起来了 我就这么熬过来的 所以这回 这回我就 跟大家说 就是说 你 我能满大家的愿 满了大家愿以后 他的结果是什么 你们考虑了吗 这回实践证明了 我那个决定 如果我仍然坚持 小雕娃大云 不可以再到我身边来 那这就是继续是个麻烦事 因为在我这我没有一个起一个念头 说我换人 把他俩打不走了 我再换一个再换俩 这个念头是一点没有的 所以只有我老哥一个 独来独往 独行僧 你说 如果这次我就想设想了 我这次我真的自己来香港了 我不知道 我们香港同修会怎么想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会怎么想 我跟他们说了 我见他们是说了 我说我自己去香港 我都想象了 如果香港佛陀教学会这样说 说黑龙江有没有人 哈尔滨有没有人 就这么一个刘老师 能不能护持 不护持说话 我们派人护持 我说你们凉亡哪个 你们想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真是这样的 如果我这次我自己一个人来香港了 佛陀教育协会同修 能不问我吗 刘老师你怎么自己来了 我说不说实话 我必须得说实话 所以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事实 你们舍身处地想一想 怎么办是对的 怎么办是错的 不要从自身的那个考虑 我怎么对 我怎么对 我瞧不上他 我不得意他 我不喜欢他 你不喜欢的多了 那既然你不喜欢 那我现在只好就这么说吧 你就先不喜欢着吧 啥时候喜欢再说 反正你不喜欢他 你有这个念头 你今生你去不了极乐世界 你只有都喜欢了 众生都是佛 在你眼睛里都是平等的 你才能去极乐世界 你自己掂量掂量 哪个大 哪个小 哪个臣 哪个重 你是就这一点都看不明白 哎呀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挺悲哀 我从2010年4月4号 见到老法师到现在 是第七次 我在家里说了一句话 我在这不能学 学了这 这小雕又是一个心事了 昨天早上嘛 在外面又给我解释 这句话我都没心搭理他 他愿意说说去吧 哎 又往心里去了 实际我说那话是怎么回事 你让我现在给你解释 我也解释不出来 他就不由自主的说出来的 那不是我编的 但是他呀 他又当于做心事了 所以我认为我是这样想的 什么事啊 都不要去琢磨 不要去想 那不叫是 人不说不可思议吗 那思不就是想吗 那意不就是说吗 你老不 你阿弥陀佛 老不想阿弥陀佛 老思议我刘大姐 哎呀 总想要不以后 你就拿手拴着 拿手牵着我 省着刘大姐跑来 你说怎么办 你对我好不好 好 你就能好到这个份上 还成天提心吊胆的 用不着 说实在的 如果我该走了 你就拿锁头 你也锁不住我 哎呀 谁力量大呀 阿弥陀佛力量大呀 阿弥陀佛一招手 做梁花我就回家了 你还想把我拉住 我拉不住 今天中午又跟我说了一套 我一生未知 这跟前坐着 是不是这么说的 刘大姐呀 这回我想通了 你往生我不拦你了 你往生我不拦你了 你往生完了 我也往生 我跟着你去 今天中午 人又得出一个新的理念 这两天可能给 师傅这屋睡觉 睡出智慧来了 整了这么一套出来 因为我见了这么多次师傅 我决心向师傅学习 那我就一定要有实际行动 那第一个实际行动是什么 没啥说的 今生我必须成佛 我不成佛 我对不起师傅 师傅你并往大了说了 对不起释迦牟那佛 对不起阿弥陀佛 对不起观音菩萨 我对不起师傅 我见得其次了 现在以后再见几次 我不知道 你说师傅这么低了 是我 我今生我成就不了 我能对得起师傅吗 我也对不起 全国广大的通修们 我知道你们对我寄托 太大的希望了 我好像现在都成了 大家的太阳和星星了 你说有的通修真是的 在网上说那些那些话呀 真是掏心掏肺说出来的 让我一看我特激动特激动 哎呀刘苏宇有何德何能啊 让这么多佛友 这么相信你 哎呀有的通修说那话 真是太感人太感人了 所以我这一生 我必须得成就自己 而且一定能成就 就是第一个行动 第二个行动 弘扬无量寿 劝念阿弥陀 这就是我余生的 唯一的一件事 我跟师傅一致啊 就是这么一件事 没有第二件事 其他的任何事情 和我一点关系没有 那我下面需要做的就是 继续闭门写课 潜心听经念婆 我希望同学们听明白 听清楚 哎不要再 非得要见刘老师 你那想 就这么一个老太太 长相你们也看了 丑也好 漂亮也好 你们还没看够吗 我这次又讲了这么 十来个小时了 光碟一发出去 你愿意看多长时间 你就看多长时间吧 是不是 天天对着看 就像我天天听师傅讲经似的 我就没有你们这个想法 我一定要去师傅面前见师傅 我没有那么想法 我想这个天天见吗 那师傅说的 你不听得清清楚楚吗 说实在的我坐这讲的 比我们面对着 你到我那去 或者我到你去说的 要多的多 因为啥 在这我讲 是受佛力加持 面对面唠嗑 有的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东西了 他没有这个力度 你听我这些还听不够吗 你一遍听不够两遍 两遍听不够十遍 你愿意看老太太 你就看着呗 愿意听你就听着呗 你说多好啊 你非得往我 想护我 想看我 干什么呀 我刚刚这回完了以后 大家一定把这个 想我的那个念头打掉 好好念阿弥陀佛 那是你应该做的 也是我的愿望 我今天本来这堂课呀 应该是我来香港的最后一堂课 这个第五节吗 可能大概还不行 还不行 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因为啥 我在家里 让我准备的这些讲稿 提纲 我都讲完了 我要是再讲啥 那我就啥都没有 我就没有什么讲稿 也没有什么提纲了 至于下一步怎么办 阿弥陀佛只是来了再说吧 就是真是就这样 今天呢 因为是当时是准备的时候 是最后一节课吗 佛菩萨可能就慈悲 就安排我 最后一节课 给大家留十八首寄送 接缘 供养同修们 我当时我一想 每次不都是一两首两三首吗 这最后怎么来个十八首呢 那就记吧 所以我就把十八首记录下来了 那下面呢 我就来给大家读这十八首寄送 说有缘来相聚 无缘各自行 万法归一处 必定是极乐 这第一首 就是有缘的 咱们这相聚了呗 没缘的就各走各的呗 就这个意思吧 就按字面解释应该是 万法归一处 不管佛家也好 道家也好 儒家也好 哪个法门也好 万法归一处 万法所有的法 它都是一样的 没高没下 最后的归宿 必定是极乐 你说听了这个 我们还有啥 争啊 夺啊 你不服 我不服 我是谁都服 我服了 第二首 红尘滚滚 恶浪滔天 饮苦食毒 多灾多难 迷惑众生 视而不见 六道轮回 实在可怜 这就我们现实呗 现在我们是不是饮苦食毒 三年三千年前 佛就说 莫法众生是饮苦食毒 我们现在都切身感受到了 你现在饮的是不是苦 食的是不是毒 还有什么没有毒 空气都有毒 你说将来怎么活 六道轮回可不可怜 你还舍不得离开吗 这是第二首 第三首 发愿红净土 前面有贤祖 坦然去面对 度众得离苦 第四首 菩萨心量大 师为我表法 孝对千夫指 带众早回家 师父心量大呀 他给我表法呢 告诉我 孝对千夫指 带众早回家 我估计 这首是给我的 这有时候因为经常遇到一些挫折 所以师父就告诉我 要孝对千夫指 第五首 诸佛为说 一乘法 实在无二 一无三 看破放下 能弃入 诸法实相 无所有 这个给我的感觉 就是比较深 你得仔细去看 多读 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就恍然大悟 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就是法法平等 第六首 自心无所值 无智亦无德 自身断以往 真智自然生 就是你自己的心里 没有什么执着的 你就无智亦无德 什么意思 大家体悟 自身断以往 这个疑 大害 你如果把这个疑断了 你的真智自然生 你真实的智慧 自然它就出来了 就这个意思吧 这是前六首 第七首 无所得者 名为慧 有所得者 未无名 放下分别 欲执着 你就正得 无所得 那要按字面 我们凡夫可能想 无所得 就啥也没 没得着 无所得 实际上是 无所得者 无所不得 它是这么的 你要想 真智会显现现前 你就 正这个无所得 因为什么 自性里什么都有 你为什么 非得找 自性之外 那个东西 第七首 诸佛密藏 本来居足 密在哪里 密在 汝边 这个密在 汝边呢 咱们师父 前些日子 讲经的时候 讲过这一段 密在 汝边 那个汝就是 你的意思 三大水 加女的 那个汝 说诸佛的 密藏 咱们总说 密 实际有没有 密 没有密 不是佛 把那个秘密 藏起来了 不让众生 知道 不是 如果那样 佛菩萨 不就自私了吗 那自私人 能是佛菩萨吗 自私的 不是凡夫吗 所以 佛没有秘密 为什么说 密藏呢 就是我们凡夫不懂 不认识 不明白 所以那个密啊 是在我们自身着 我们不懂 它才密了你 你懂了 不就是 不密了吗 上我讲什么 秘诀 我不是说 秘诀 那是密吗 我都告诉大家 怎么回事 那哪点有密啊 那你要不理解 在你呢 它就是密诀 我跟大家说的 不是密诀 是公开的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个记子 你再琢磨琢磨 哎 对了 我告诉大家 琢磨又说错了 琢磨不出来 是不是 只能是 慢慢的去体悟吧 就诸佛密葬 本来具足 密在哪里 密在乳边 下一首是 无所知者 无所不知 无所得者 无所不得 无所正者 无所不正 物门开启 原来如此 好像绕口令一样 无所知者 无所不知 薄弱无知 无所不知吧 是这个意思 无所得者 无所不得 就像刚才那首记子 开头那句 我不就这样 给大家解释的吗 你觉得你好像 啥没得到 其实你 啥你都得到了 无所正者 无所不正 你觉得 你没正出啥来 你定力有了 智慧一现前了 你所有东西 你都正了 为什么呢 物门开启 原来如此 因为那个门 那个金钥 是你拿到了 那个雾门被你打开了 开开门一看 原来都在门里边 原来如此 就我跟大家说的 哎呀 这么多宝贝啊 原来我自己的餐库里都有 我原来到各处去跑去 求去找去 真是冒傻气 真是就是你雾门 如果没打开 它是锁着的 你不知道你有什么 所以你就东跑西点去求 当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缺的时候 让你去跑去求 你也不去了 下一首 无奈 无奈智慧 无有边 善解众生 三世事 无奈智慧 无需求 自信里边 全都有 无奈 就是那妨碍的那个爱 无碍 说无碍智慧 无有边 是没有边际的 善解众生 三世事 事 就是那个世界那个事 三世 的事 是众生所有的事 那个智慧人 你智慧门一开 你就全知道了 有的羡慕人家 哎呀 说他怎么知道过去的事 他们怎么知道未来的事 实际一点不密 一点不奇怪 你也知道 只不过你现在迷着呢 你暂时不知道 你就像我第一次 第一讲的时候 那字给我拿水音了 翻着波纹 你说我咋 我咋看呢 我看不着啊 我戴上眼镜 我眼镜两个镜片 是给我蒙着的 我一个字我也看不着了 所以第一讲 不是讲砸锅了吗 语无伦次 前言不达后语 所以咱第一讲 就报废了 就是这样 这么一回事 就是 无碍智慧 无需求 你不用去求去 你看咱把问题解决了 我这五解课 我觉得讲的挺顺流的 没有什么障碍了 自性里面全都有 就是你和你的自性 合拍了 就一切都顺了 下一句是 二帝一切法 通达无不知 真实如来藏 尽在佛眼中 这个二帝 沿着旁 哥哥皇帝 那个帝 二帝 在这里就指 什么 那天 高居士问我了 咱们最近师父讲的 考考你们 回去看看这二帝啥意思 下一个 自性第一意 中道 为最高 绝了 取中道 迷失 走两边 每个人都能对着号 这个 自性是第一 我们找不着这个自性 所以就到外面去找 第二句 中道为最高 师父讲经的时候不老 劝导大家 一定要走中道 过去我们 我记着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我教课 当一文老师 讲这个中庸之道 那中庸之道 是我给学生讲课 批判的对象 批中庸之道吗 那现在明白了 批错了 是不是 中庸之道 是正确的 说你觉悟了 你自然你就 走那个中间 那个道了 说你要迷的时候呢 你一定走两边 过去一听 什么左倾 右倾 我们大家 是否都犯这个错误 一会儿 偏左了 一会儿偏右了 就是走不对 那个正道 这个就告诉我们 一定要走中道 不要求两边 这一首是 六种神通是本能 见思烦恼障碍了 清静平等决心线 一切神通自然显 我当时想着 这个跟不跟大家说 后来我就想 既然是让说 那我就说 这个也没啥保密的 也没必要遮遮掩掩的 读佛经的都知道 这个神通的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对待 怎么样来认识 这是主要问题 我再读一遍这个 六种神通是本能 本能就本性 见思烦恼障碍了 就是为什么显现不出来 因为你有见思烦恼 什么时候他线呢 说清静平等 决心线 清静心线前 平等心线前 觉悟的心线前 一切神通自然显 你不用去找他 他自然就显现了 下一首是 有缘要随缘 无缘不攀缘 妙在不着相 清静不污染 这个很明了 就告诉我们 随缘不攀缘 我们这个词也懂 也经常说 但是遇到具体事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还是攀缘 有的攀缘了 还自己不好意思 我可没攀缘 你比如有的通修 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 刘大姐 什么什么地 完了 先问我 刘大姐我这不是攀缘吧 我怎么回答 我对 你这不是攀缘 那不攀就不攀 那你要说 你这是攀缘 他肯定他不欢喜了 那你干嘛让他生烦恼呢 那你说不攀缘 咱就不攀缘呗 但是我心里知道 他真是攀缘 下一首是 有求皆苦 无求乃乐 无欲无求 真乐无边 这个特明显吧 你想想 你要是有求 你就苦 你要是没有求 你就乐 说你无欲 也没有求 欲是欲望吗 说我既没有什么欲望 没有啥欲望 你就没有求了呗 说你真乐无边 这个时候 你那个乐才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把那个求啊 都放下吧 我现在 都把那个求生极乐世界呀 到最后也得放下 那也都是妄念 你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 一切交给阿弥陀安排 百分之百正确 也在别想 我啥时候去极乐世界了 也别心思阿弥陀佛呀 求求你早点来接我走吧 这些个我都没有了 但是现在还是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亲家阿弥陀佛 这话我给大家说的时候 我得说 在我心里这个都没有了 我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了 你们也往这个方向努力 下一首是 三界九居如火载 有身皆苦谁得安 肃离火载归净土 清凉池里 享大安 三界就我们现在住这个地方呗 你说咱们住了这么长时间 像不像住在着火那房子里 火宅吗 说三界九居如火载 第二句 有身皆苦谁得安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身呢 因为有这个身他就苦啊 怕这个怕那个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前些日子 我们哈尔滨晃悠两次 怎么晃悠的呢 吉林还是哪儿 有两次地震 波及到哈尔滨 说哈尔滨震感挺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点感觉没有 两次我都不知道 第一次呢 刚震完 可能是 大云给我打电话 刘姨呀 低震了你知道吗 我说没有啊 哪震了 他说那么大的震 你不知道 那楼不都晃了吗 我说我家楼没晃 完了后来他说 你出去看看吧 我就出去了 因为我家住的是二楼 也可能楼层低头不晃 楼层高晃 我都不知道 我就出去了 因为我住那小区里吧 有高层 有几栋是高层的 我去一看果真 高层住的人全都跑楼下了 跑到那广场上去了 就地震了 怕楼倒砸死 那你说不就是有这个身体吗 有这个身体就害怕呗 害怕那一旦晃倒了 咋扁了吗 你说苦不苦 你说谁得安了 他都不得安宁吗 说树里火宅归净土 哪最安全呢 就西方极乐世界呢 阿弥陀佛那最安全 你往哪移民都不好使 就往西方极乐世界移民好使 那你要是选择对了 我一定要移民到极乐世界去 你归了净土了 应该就转毙了呢 清凉池里享纳安 那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凉池啊 和咱们火宅这不政治相反的 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吗 到那里去享受 大安宁啊 你就不用担心了 不用害怕了 那西方极乐世界 没听师父讲法有地震吧 读乃不经也没经历 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 也没告诉末法众生 说西方极乐世界 某某时候要地震 没有 没有听说过 只有咱们这个火宅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 愿不愿意离开这个火宅 愿不愿意到那个清凉池里 靠你自己选择了 下面一首是 我从虚空来 愿归虚空去 哪方需要我 就到哪方去 我当时记这首的时候啊 我就心里琢磨小雕了 我说这个事先我可不给他看 给他看了 他又不让我念 所以到现在他不知道 他也是现在听我念 他才知道的 这个我没给他看 我吸取教训了 因为啥 他一分析 我从虚空来 愿归虚空去 哎呦大姐是不是又要走了 他又低了 所以这回咱们学乖一点 我不让你看了 是不是 等你知道我已经念完了 你这有什么可低落着呢 可提心吊胆的呢 实际这就是这么回事吗 那我就从虚空来的吗 我从哪来我回哪去呗 我愿归虚空去 说哪方需要我 就到哪方去 那下次我来不来缩博世界 我也说不准 那我和缩博世界有缘 缩博世界众生需要我 那我肯定来缩博世界 那别的地方需要我 那我就上别的地方去呗 我自己没有选择 是众生选择我 不是我选择众生 你这关系你要摆明白 我自己是一点负担没有 最后一首 最后念不念 念 说 金刚神弊握宝剑 磨来磨展 佛一展 一切皆是虚妄相 长寂光土是故源 肯定 大家有不同的见解 那你说啥 金刚神弊不 不就知道我这上胳膊吗 因为这上胳膊 我不就跟小 叼讲故事 我讲个金刚神弊的故事吗 因为是 当然 你想想 那么大的道口 完了骨头又碎到那种程度 里面是三块钢板 呈三角形固定的 所以它在这个角度啊 我现在胳膊不能完全伸直吗 三块钢板 隔钢钉固定的 然后外面缝的就像那个钉书器那钢钉似的 所以我就说嘛 金刚神 我这是金刚神弊 我劝小雕你别哭了 让阿弥陀佛给我金刚神弊 干嘛的 可能我这金刚神弊 大概众生都能受益 至于怎么个受益法我不知道 结果这次给了我这么一个四句记者 我自己也 也觉得挺好笑 是吧 你说金刚神弊握宝剑 我原来我连笔我都握不住 多缩的牵出那么一个名来 完了告诉我还能握宝剑 我还行 我一边系啊 我一边心子 那宝剑搁哪呢 还没给我呢 那我现在空着手呢 那人就这么说的嘛 金刚神弊握宝剑 握宝剑干啥呢 是磨来磨斩 佛一斩 那不就那个句话吗 就磨来磨斩 佛来佛斩 都是假象 都是希望象 那这个意思我明白啊 那可能有同修一听了 你大胆 你还敢握佛 肯定有这种议论的 因为他不懂这个 他的真实含义啊 那没关系 慢慢他就懂了 听经听多了 他就听明白了 一切皆是虚妄象 你看不都是假的吗 都是假的 长寄光土是故源 那我将来上哪去 这就是我的归宿 我将来去的地方 就是长寄光土 你说那地方多美啊 那我不得乐呵呵去啊 释迦牟尼佛送我 阿弥陀佛接我 我踩着梁花 我就到佛国去了 完了有任务 我又回来了 来去自由了 那时候我是成愿再来 你看我给大家讲的 多潇洒 多自在 你们听了多开心 最后剩一点点时间 说这么两句啊 就是很多网上的佛友 不很关心我吗 我刚才说 有很多话都说的 让我感动 有的佛友说 太想刘老师了 像想妈妈一样 我这回我就告诉你 想阿弥陀佛 别想刘老师 也别想妈妈 好好地念阿弥陀佛 你是乖孩子 一定要听话 乖孩子听话 好好念阿弥陀佛 你回到西方极乐世界 和妈妈永远不分离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好好念阿弥陀佛 妈妈在家里等着你 有一天 当你要往上 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妈妈一定会 随着阿弥陀佛 亲自来接你 这回你放心了吧 谢谢 今天的时间到了 感恩各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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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